科幻类小说《星阵时刻之异能启示》 主角艾蜜利·威尔森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直到她在一次实验事故中获得了神秘的异能 这个异能使她能够操纵和控制元素的力量 这改变了她的生活 艾蜜利发现她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异能的人 宇宙中存在着其他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类 他们的异能来自于一股神秘的宇宙能量 艾蜜利与其他异能者们相遇 他们共同决定组成一支超凡的英雄团队 以保护宇宙的和平与秩序 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 提升自己的技能和力量 并学习如何运用异能来应对各种危机和威胁 异能者团队发现宇宙中潜藏着一个黑暗势力 他们利用异能的力量为邪恶目的服务 这个黑暗组织的领袖 是一个强大而狡猾的超级反派 他的目标是征服宇宙并掌握异能的力量 异能者们必须团结起来 阻止黑暗势力的阴谋 并将正义和希望带回宇宙 在与黑暗势力的抗争中 异能者们经历了艰难的磨练和挑战 他们必须克服个人的恐惧和怀疑 并学会相互信任和合作 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真正的英雄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 还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最终 异能者团队与黑暗势力展开了一场星际之战的序曲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 异能者们展现出他们的力量 智慧和勇气 他们与黑暗势力的领袖进行决战 争夺宇宙的命运 这场星际之战将决定宇宙的命运走向何方 英雄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守护宇宙的自由与和平 在星际之战的最终战斗中 异能者团队服予伦比的勇气和智慧 成功击败了黑暗势力的领袖 他们证明了真正的英雄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坚定和牺牲精神 他们成为了宇宙的守护者 为和平和正义而战